主料,高筋面粉750毫升,脱汁牛奶190毫升,熟土豆泥125毫升,橄榄油45毫升,冰糖粉30毫升,辅料,酵母5毫升,盐5毫升,蛋液,番茄酱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所有的材料 高筋面粉750毫升,脱汁牛奶190毫升,冰糖粉30毫升,熟土豆泥125毫升,酵母5毫升,橄榄油45毫升,盐5毫升,放进面包机 搅拌成稍具延展性的面团,进行基本发酵,一个小时后发酵完成 把面团放在撒有手粉的面板上进行排气,分割成8分,盖上保鲜膜松拾15分钟 盖成牛舌状,卷层卷放在垫有油脂的烤盘上,放进烤箱中进行第二次发酵 50分钟后发酵完成,刷上蛋液,挤上番茄酱,入预热泡烤箱,180度,20分钟就行了 烹饭技巧,一,我用的是面包机程序8,有面和发酵功能 二,二面团砖割成8分时,我也没撑一下,用手垫了点重量,差不多重就行了 不专业哈,三,我就喜欢内部是一圈圈的那种组织,所以就卷成卷,应该擀成长方形的 卷的会好看一点,当时没注意这细节 四,进行第二次发酵,或是把烤箱温度全牛,再在35度左右的 五,把番茄酱放在保鲜袋中,在脚上剪掉一个小口,很方便挤出来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